有一些都会有一些范例档 那你可以把这个按下载 下载之后就会有这个范例档了 那这个范例档打开之后呢 当然你不会做嘛 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 打开之后就知道了 其实你大概看一下 1月1笔 2月也是1笔 3月2笔 4月一直到最后 那希望把1到12月 通通会忍到这边来的话 会忍到总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需要把那个VBA 这边有个按钮 可是这按钮后面的程式还没写 但你现在按没有作用 他会跟你讲说 没有东西啦 因为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后面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的程式嘛 有的时候都会把它放在云端 就是放在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有时候会分享部分 因为我觉得 这个还蛮好用 你可以把 第一个 你可以先把那个工作 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打开Visual Basic 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呢 应该有印象吧 就是要写VBA程式的话 记得在下面增加一个什么 按右键插入什么模组 那模组之后的话呢 因为里面没程式 那程式怎么过来呢 其实你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我们 我放在这边的 你就把这个地方点击完整内容 那我有把那个程式嘛 直接就贴到我的部落格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run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那个 这边有个程式嘛 这边有程式嘛 从这边 一直到下面 按Shift的键 把它选起来 Ctrl C C之后的话呢 你再把它贴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OK了 程式写完了 然后呢 你就把Visual Basic先缩小好了 回到那个我们的Excel里面 Excel里面不是有个按钮吗 那你就把这个按钮按下 按右键 按右键哦 指定它的聚集 因为它本来没有程式啦 因为我把程式贴上了 等于是实际上就写完的意思啦 然后呢 指定按右键指定聚集 找到 因为我们刚刚贴的那个Sub名称 程序的名称 就是这一个啦 OK 那你就指定给它 按一个确定 接下来呢 你会把游标点开来 这个时候呢 再按一下它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应该都会一笔一笔 帮我把它放过来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按下去 全部集中过来 这个应该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那至于呢 为什么这么神奇 它可以自己就按下去 就通通过来了 请如果有兴趣同学 你可以再回到哪里呢 Visual Basic 把这里面稍微看一下 其实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那至于说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话 我部落格里面有一些相关补充的 反正你就把这个看懂 不过这个应该已经目前还超过各位的能力范围 那如果你有心要学更多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范例 我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范例的实用性还蛮高 就是以后你只要遇到 要把所有的工作表集中在一个都适用 当然如果还有其他 像我其他地方 其他也有讲到 如果也要把总表分开来 比如说按照这个日期的区间 通通又一个一个把它分开 比如说前面这12个你把它删掉了 你希望再分出去 可不可以 但也可以 你可以按照日期去分 都不会有问题 可以分也可以合 这个是工作表相关的应用 OK 这个是补充范例 如果有兴趣同学自己再把它玩玩看 贴上去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呢 就不要储存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接着来看 请各位等一下开启 那个我们的范例档里面的日期与时间函数 那主要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里面常用到的一些函数 包含就是today 那today的话呢 当然 比如说今天呢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说 今天的日期的话 那今天日期 你可以从那个插入乱数里面的日期 语声带乱数里面找 那一定会有个所谓的today today的话就今天 OK 那后面的话呢 它没有不需要传任何的参数 按确定 你会发现 直接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今天的日期带过来 今天刚好8月2号了 不过 如果你其实遇到一个状况 奇怪一插入 变什么 2000年1月1号 如果是这样状况的话 那大部分都是因为电脑的 那个小的离链池 可能没有电脑